搖杆模组 在我们的首付的模组里面 有一个是属于搖杆的 它会用到了五根针角 五根针角 搖杆我们可以左右上下 还有一个功能是往下按 我们的接法也很简单 一样尽量是深色的线 对准了GDN 找五条线的去接 在我们的IoBall里面 这边有一个摇杆的 这里有一个JOY的按钮 有五根针角 那这个是GND的 这是5V的 然后我们会用到A2 A3 还有一个数位针角 我个人测试了以后 在现在的这一块IoBall 这一个有点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接接看就知道了 我们一样黑色的先对准GND 这样接接上去 把它接好以后 我们来看我们的Squatch 启动我们S2A 更多G母里面有连线 所以一开始起子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先设定 类比角位2 我们还用到什么 类比角位3 还有一个是数位角位 它数位角位是2 然后建议你这里就不要用梭这里来做 因为我们同时要监测三个数值 所以我会采用资料来做 我设计一个A2的变数 来 承接类比角位A2 再设计一个A3 来承接A3 再设计一个 D2数位角位2 来使用 然后请电脑 不断的告诉我 不断的告诉我 把变数 这三个变数都把它放进去 A2 A3 一个是D2 那A2的值要对谁 对类比角位A2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把A2的值放在里面 那电脑就会不断的告诉我 A2现在的值 相同的A3 相同的A3 另外一个是D2 D2的值 我们执行 你会看到现在我们的值是0516 517517518大概在中间值 好那我们把 视讯抓出来 好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现在我摇杆都没有动 你会注意到的是 但是这两个还在中间值 那我们会注意到的是什么 D2 这个值会一直在乱跳 好那我摇杆往右 往一边倾斜 好A2的值变1023了 转另外一边 A2的值是什么 0 所以你可以设计 左 这就是右 左 上 下 好这A的值都对 但是D的值有问题 好他一直在跳 那我们往下压 好他还是在乱跳 好这是因为这一个 Joy Joy这一个 Joy这一个 几个pin角 他衔接的有一点问题 那可以怎么去改善呢 好可以怎么改善呢 那我们来做一下 不同的做法 那我们在接角的地方 我们 这里就不接Joy了 我们一样去接 你找到 三根针角的 三根针角的 我们要接三个角位 一个是 A2 好我们接到A2 另外一个是接到A3 另外一个是接到D2 我们接了三根针角 一样是这三根针角 我们对过来的这个线呢 A2 A3 还有一个D2 还是用这三根针角 那么 对过来的这个线呢 就要注意接法了 我们先来看A2是 A2是这一根 线 那紫色的 是GND 所以我紫色的接过来 紫色的 去接GND 紫色的线 去接GND 那 灰色的线是正极 然后白色的线是 SD 那另外两个呢 就要注意一下 黄色的线是GND 那蓝色的线是DATA 所以我们只要接一条蓝色的线就够了 所以这一个 接到 蓝色的线 DATA的线就接到 我们的 接到我们的 摇杆这个值 那 这一个是 D2按钮的值 中色的线是 GND 这个是 红色的线是电流 然后橘色的线是DATA 所以我们DATA接起来 那其他的D线跟 那个 正极我们都可以共用 我们的接法就是这样 这样子接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 这边的数值 他还是在 517 516 517 这边就变1 他就不会乱跳 1就是 没有按下去的状态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按的 按钮 压下去 他是变0了 放掉 他是变1 这样子就正确了 往右边 A3变0 往左边 A3变1023 往上面 A240 往下面 A21023 这样子你的摇杆的值就正确了 好这是摇杆的接法跟使用方式 那你有了这几个数值 你就可以在设计你的程式里面好好的给它应用 把一些 好用有趣的 方式 把设计到你的角色里面去 好